8月4日上午,由韩红爱新慈善基金会主办的韩红爱新百人圆川大型医疗援助公益活动在成都举行启动仪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50多辆救护车和医疗巡整车在启动仪式现场诊状待发 韩红作为本次活动发起人出现在启动仪式上 包括谭维维、张欣益、王瞻亮、吉洁、陈明、矜持在内的明星志愿者也一同现身 他们都将与韩红一同踏上这次公益旅程 据了解,今年是韩红爱新百人医疗援助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九年 此前,韩红爱新团队先后前往西藏、新疆、陕西等地区帮扶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今年他们行至四川,将在四川省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15天的议诊和捐赠活动 途经成都、通江、北川、阿坝、壤堂、兴隆、道成、牧里等地形成3300余公里 随行人员包括国内外医疗专家、爱新企业代表、演艺界爱新人士和爱新志愿车手 争取这次元川少说多做 争取把精准扶贫这件事情落到实处 争取15天之后让四川人民对我们打一个满意的 最后这个结果是个赞 我对你们大家也会给赞 你们是不是干得好 就要看四川人民是不是给你们点赞 来自北京的急诊科医生王聪是这次元川活动医疗团队急诊组的负责人 这次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寒红爱新百人医疗援助系列公益活动 我们是本着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所以对于基层的这个医生的培训 包括急诊医生还有超生医生的这些技能的培训 都是在后续稳步在进行的 每年都有大批的这个培训计划 所以也希望能够以我们的一己之力帮助提升 中国边远山区边远地区的人民的这个医疗水平 在爱新车队出发前 歌手王珍亮带着现场上百位志愿者集体宣示 上午10点随着韩红宣布 韩红爱新百人元川车队出发 此次百人元川公益行动正式启程 以医疗巡整车为排头的爱新车队缓缓驶出 前往四川通江县人民医院为这次活动捐赠的复明中心接牌 开启百人元川公益活动的第一展 开启百人元川公益活动的第一展 开启百人元川公益活动的第一展